江商南京一個有吸毒前方的男人 按規定申領駕駛執照之前要嚴尿 結果對Muffer呈陽性反應 事主否認吸毒 懷疑是連日光顧的沙窩店 在早餐非法添加Muffer 經警方調查後發現 沙窩店店主為了環球店舖生夜 在湯料入面加入安宿 想令客人吃光翻尋味 最終兩個店主被捕